ADK 你要裝Eclipse 你還要裝Android的SDK 然後掛一堆ADT什麼的沒的 掛到亂七八糟的 工程師就頭暈了 那所以他就怎麼幫你整合好 有點像是如果各位有開發Microsoft就知道 Microsoft有一套Visual Studio 全部都非常好整合的非常完善 那其實Google也是慢慢一直一直不斷進步了 那但是 其實以工程師的角度來看的話 反而是那種越混亂的情況底下工程師越有利益 因為才會被需要 所以像那個微軟A套Visual Studio已經非常完善了做得非常好 但是問題工程師就沒有太多的價值 因為都太簡單 我知道是老闆我覺得這都很簡單跟Office一樣簡單 那沒什麼 所以反而是越不穩定的環境下工程師越會被需要 所以我記得在大概20年前那個Windows98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的價值地位最高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Windows要重灌98次才會穩定下來 所以那時候你會發現 隨時 客戶端就說 請你派一個那個工程師住廠 為什麼 因為隨時都感覺 Windows會有那種不穩定狀況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曾經也在竹科駐廠過 我發現那時候真的是很好 他就把工程師當成 佛一樣 照餐餐供養這樣子 你看那個早餐有人供 然後 那個午餐也有 然後在家下午才在家晚餐 而且呢 都對工程師態度非常好 非常好 不敢有 大聲 像現在 那個 像我前一日去華南金控的 那邊 這算是一個顧問案吧 然後我看到那個資訊的經理 真的連一個小妹都可以嗆他 真的 感覺很 很沒地位 為什麼 因為 資訊都委外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反正通通都 都可以啊 那你其實 就沒什麼太大的價值 因為Windows太穩定 從WindowsXP之後 再也沒有問題發生的嘛 對你會發現WindowsXP 雖然WindowsXP已經停掉了 但是它太穩定 在WindowsXP也是很穩定啦 那這會穩定一下說真的 你MIS坐在那你也覺得怪怪的 對不對 不會壞啊 對不對 而且電腦又做得很很堅固 又便宜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沒有必要存在 那也就是現在的那個Android 其實它就是有很多地方 還是在進步當中 還有很多問題 還沒有被解決 所以這個時候工程師的價值就很高 所以也就是如果將來 各位要去學一個技術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直罵說這個技術怎麼這麼爛 其實 就是你在 你現在 你在 你現在 你在 你在 Você